兩岸原生提不住 青州已過萬重山 大家好 我是任俊 歡迎收看股市任我贏 今天是週末 先祝各位投資朋友們週末愉快 在跟大家解盤之前 我要先做一下聲明 因為我之前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最近真的詐騙非常的多 請各位投資朋友們 請你要注意一下 因為最近詐騙集團太過於猖獗 有很多人運用洪老師的名義 在做這個開立什麼社群 或者是LINE的帳號 麻煩你在加入之前 請你一定要打電話 到運達頭顧來去做一個確認 這個小小的動作 是為了要保障你 避免就是說 因為詐騙集團的關係 然後繞的就是血本無歸的窘境 我也去跟警察報案了 甚至就是說 我們在165反詐騙 甚至公會網站上面 我們自己的網站上面 我都做了相當多的聲明 但是這個詐騙集團 他就很像變種病毒一樣 你知道嗎 我今天把一個假帳號檢舉了 他馬上就會再開一個新的 然後甚至呢 我在節目上面啊 我跟大家講說 我不會用這個頭像有沒有 我說這個頭像是詐騙的 這個頭像是詐騙的 你不要加入他們 那我已經做了 我跟大家講說 我不會用這個頭像對不對 他馬上又給我畫一個有沒有 畫一個洪老師的頭像 然後上面用我的名字 然後繼續怎樣 招搖撞騙 我的天啊 我真的 我怎麼防我都防不了啊 那甚至呢 還有這個啊 他們居然也有看我的節目 你知道嗎 他連我做得尾喔 他都知道 甚至還把我這個節目上面的畫面 做一個截圖 讓你覺得這個帳號就是我 那我說實在的 我真的防不勝防啊 所以呢 我就一直呼籲 各位投資朋友們 如果你要加入洪老師的LINE 或者是你加入 有關於 只要是洪老師的名義的 有用老師頭像的 有用老師的名字的 麻煩你 真的你打電話 到我們公司來確認一下 這個小小的動作喔 會給你一個很大的保障啦 他至少會可以保護你 你是找到一個對的老師 而不是加入一個詐騙集團 的這個社群裡面 那當然我也很感謝網友 就是網友的支持啊 這段時間呢 包括這些假帳號啊 包括這些假的圖像啊 都是網友提供給我們 然後告訴我們說說 現在有人用老師的名義 來去做一個詐騙啊 所以我也在這邊 我也謝謝各位每一個 支持我的好朋友們 支持我的這些觀眾朋友 好 那我們就跟大家先 來講一下這個行情的部分啦 那今天呢 加選股價指數呢 小跌了一點喔 那我覺得非常的漂亮啊 因為今天的指數收在 16888點 真的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吉利的數字嘛 一路發發發 真的是一路發發發啦 那當然 在這個行情裡面 你要注意的一點就是說 我在禮拜四 就是昨天的這個節目上面 我跟大家聊什麼 我說你要注意一下 我現在的加選股價指數 雖然突破月線之上對不對 但是我的月線扣底值在哪個地方 正好在扣底最高的地方對不對 所以我未來有兩天的高值要扣嘛 那我在扣底高值的時候 我這邊遇到的成本本來就是比較貴的 所以呢 他會在這裡做一下震盪整理 這都是很正常的現象 但是你不能因為指數的震盪喔 你就感覺到行情不對 你就覺得說我現在要落跑了 其實不是這樣子看的 當我們在看行情的時候 我們不只要看指數的變化 我還要看成交量的變化 所以我一直提醒大家說 現在的量能恢復正常了 像今天啊 今天的成交量只有2800億對不對 那投資朋友 這個量能未來會成為一種常態 你說未來要回到6000億 甚至7000億的水準 我覺得不太可能 以台北股票的市值來講 現階段來說 2000億到3000億 是一個很正常 而且很健康的水溫 但是也因為這個量能不大的關係啊 你會發現到說 有一些大型的股票 比如像說鋼鐵股 漲不動了 航運股跌下來了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談的 就是說有一些大型的股票 這些標的它不會再漲了 包括之前跟大家聊的啊 像2028的威智有沒有 哇今天跌了7個percent 包括2038的海光 哇今天也跌了將近快8個percent 那講實在的啊 我在很早以前 我就一直要大家說 你要把這些所謂的鋼鐵股 把這些所謂的航運股 換到未來有機會的標的裡面去嘛 那這些大型股它把資金抽出來啊 不代表說行情就要結束了耶 它是往什麼地方來去做移動 往這個所謂的 新小期的概念股下去做移動 所以行情橫盤震盪整理當中啊 這種新的產業新的技術 而且有新的發展空間的股票 那小股本再加上說 有奇怪資金的標的啊 這變成說 未來市場上面的主流方向啊 主流啊 他們現在做的就是這些 他不再搞什麼鋼鐵航運了啦 他要做的 就是未來最具備發展的方向的 那這種股本很小 所以他不用花太多資金 就可以拉得動的股票 所以你一定要把你手中的持股 好好做一個調整啊 那包括我之前跟大家談的嘛 那他們要買什麼 改變世界的新科技啊 這些未來會改變世界的 包括車用的部分 包括太空的部分 包括未來半導體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才是未來市場上面 你要去特別關注的方向啊 你只要抓對啊 我講實在的 你知道嗎 現在的所謂的全球首富 已經換人當了呢 已經換人做了啊 你有看到現在的全球首富 哪一個是屬於航海大王 照理來講啊 如果今天真的這個景氣這麼好的話 應該有所謂的一個航海大王出來對不對 或者是啊 如果是一百年前 那時候全世界的首富叫做洛克菲勒 那時候靠什麼 靠鋼鐵嘛 但是現在的首富換人做啦 一百年後的世界早就已經不一樣了 現在的首富叫做馬斯克 這個馬斯克 他就手上有兩家公司非常的重要啊 一家叫做特斯拉 一家叫做Space S 所以我說我就跟著這個 這個所謂的首富走啊 我就跟著首富的方向啊 他的他的股票會漲 那就代表現在的投資人 他的想法 他所看到的未來 就是在所謂的太空科技 就是在所謂的電動車裡面 所以我說你只要掌握這兩個族群就好了 那半導體是我們台灣特有的 因為這所有的 不論你是電動車 未來的自駕車 或者是所謂的太空科技 你裡面都少不了一個零組件叫做晶片 所以我說你未來你就往這個方向走 你就是找這三個族群下去做布局的動作 那其他的 我講實在的可有可無啦 你把它放掉都沒有關係 因為光這些標的就讓你做不完了 你就有很好的獲利空間 那前提在於說啊 你一定要知道怎麼下去做布局的動作 不是看到大漲才去追 強勢股拉回要站在買方 比如像說 我說車用電子很重要 可是車用電子 如果你去買2328的廣宇有沒有 有漲對不對 可是漲的不多 如果你去買5243的乙勝有沒有 有漲 可是他也漲的不多 但是呢我們做什麼 我們做這個啊 3675的德偉啊 今天幫上來再創一個波段的新高了 光這三天的這一個禮拜的時間裡面喔 一根漲停兩根漲停三根漲停 今天再創新高 從我買進去的位置到今天你知道嗎 光這一段的時間我們已經獲利超過100元了 所以這就是現在行情特殊的地方啊 他不是你所熟悉的什麼廣宇 也不是你所熟悉的乙勝 他就是德偉 現在搞的 現在他們主力大戶在做的 就是你不知道的標的嘛 但是前提在於說 你真的漲下來的時候你敢買嗎 真的跌下來的時候 比如像說德偉他來到這個位階點上面啊 像10月5號指數重挫下來 我告訴你說我要買這支股票 我要買這一檔股票 因為這一檔股票 他回到主力的成本區間 如果你回到主力成本區間 你不敢下去買 那未來你必須要付出更高的代價 我跟你講我當時是怎麼講的 導播short time 包括德偉的部分 我之前跟你講很久了嘛 對不對 我說這支股票也是車用相關的股票 之前主力的成本區間在這裡 跌下來只是回到主力成本區間而已 你想要買跟主力一樣 你就是要怎樣 跌的時候要趕下去敲啊 否則你等它漲上來 在創新高的時候 你才想到這支股票會買錢 那都賣付啊 那個都來不及了 所以未來要做的 叫做新小期的標的 有一些新產業 新應用小股本 而且又有奇怪資金在做布局的 我歡迎你現在趕快跟上腳步來 所以我說我現在要做的 叫做新小期的概念 什麼鋼鐵航運啊 那個股本真的有點太大了 所以呢 沒有成交量的情況下 它拉不動 它不會動 甚至呢 因為拉不上去 最後就往下跌 可是呢 如果你去做得為 像這種第三代車用半導體的啊 那有大量的資金 來去做布局的動作對不對 那把它的量佔比從200 拉升到20 股價又回到主力的成本區間 那我這個地方 向下空間有限 未來向上獲利無窮大 那我相信啊 當時叫你買 你沒有我的折訊 我講實在的 你真的在這裡買得下去嗎 當時加權股價指數跌了180點喔 我跟我的會員講什麼 我們166塊錢 市價給他買進去 市價又給他折喔 當時的價位163.5元喔 為什麼要買166 因為我告訴你了嘛 166塊錢以下 都是有空間的啦 都是有空間的 所以當你的買點是對的 你就知道啦 到10月19號的時候 來到第一根亮燈漲停 到10月20號的時候 來到第二根亮燈漲停 有沒有兩天兩根 到10月21號的時候 來到第三根亮燈漲停 全部都是恭喜會員啊 技術面沒有出現拜向 你勇敢的續報啊 那拍謝今天沒有漲停嘛 可是呢 他創下新高來到265塊啊 跟我這13天以來 我的價差101.5元 連詐騙集團都驚訝了 他們都嚇到了 這就是我在操作的模式嘛 我沒叫你去錄 很多市場上的專家 是等到他漲停板 有沒有 比如像說3527的聚集啊 今天最多人講的 就是這一檔股票啊 那他都漲停板 這邊畫個圈圈 或者是這邊畫個圈圈 告訴你說他買在這裡 然後漲停 但是我呢 我都直接把它秀給你看啊 我就告訴你說 真的要買的時候 真的該買的時候 我影片都告訴你了 跌下來的時候 你不敢下去做布局的動作 那你真的啊 漲到265塊了 我們都已經賺了101.5元的價差 那你才想要去追嘛 那反過來啊 我們再回到那個時間點上面 重點是老師看到了什麼樣的訊息 老師看到了什麼樣的訊號 我相信你現在再回頭去看 你就會 會很 你就驗證到老師真的 選股票的功力在哪邊 甚至他有辦法去做到低接 甚至說買在那個人家最害怕的地方 這才叫做真正操盤的實力嘛 所以我說操作一定要有公式 要有方法 行情不是很差 沒有說差到這種 就是全面性的大跌 而是個股之間在走一個 輪漲跟輪動的格局而已 那你只要把握好 尤其是現在 有很多的標股 你覺得得位漲很多 漲了60%而已 幹嘛 才60%而已 不多 未來會有翻倍的股票 可以讓你去賺 那前提在於說 你要怎麼下去做一個佈局 所以新小期概念股 這些新產業的 小股本的 奇塊資金在做佈局動作的 還有喔 那待會廣告回來 我們繼續再講 光輝十月 運打頭顧最後一波大回饋 升等不加價 升等不加價 極為難得 不容錯過 速播專線 022-278-1-0909 278-1-0909 運打頭顧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忘賭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立刻速播 02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光輝十月 運打頭顧 最後一波大回饋 升等不加價 升等不加價 極為難得 不容錯過 速播專線 022-278-1-0909 278-1-0909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們股市任我贏的節目現場 我是任俊 在11點到11點半 陪大家一起看盤 那我剛剛跟大家聊 就是德偉的部分 未來車用 甚至太空科技 甚至半導體的族群 其實都有蠻大的一個商機 跟一個比較長遠的未來 當然投資朋友們會想問 你如果把德偉的財報 你拿出來看好了 我們看3675的德偉 我們從他的EPS來看 今年上半年第二季加起來 也不過賺不到3塊錢嘛 對不對 那他的股價可以漲到 將近快300塊 那很奇妙啊 同樣的 如果我任何一檔航運股好了 我拿長榮來做舉例喔 我的德偉第二季 前上半年賺的錢 我講實在的 連長榮的零頭啊 都比不上 那你也會很想問嘛 那為什麼德偉可以漲到 200塊錢以上 可是長榮那時候 老師叫你在200塊錢 你要把它賣掉 你會覺得很納悶對不對 明明長榮 萬海 陽明 賺的錢就是比德偉多啊 可是老師要去買德偉 卻叫你賣掉長榮 理由在哪裡 其實我一直在強調的 我們在買股票就是要這樣 我要買在未知的地方 我要賣在已知的地方 我要賣在已知的地方 就是說你現在知道長榮 陽明 萬海 他們未來會賺多少錢 這個都是已經已知的東西 可是德偉的部分呢 他現在是未知啊 那你再回過頭去想 我們在買股票 本來就是買未來嘛 所以你現在看到 喔 長榮 陽明 萬海 他們雖然賺那麼多錢 可是未來呢 德偉他會跟長榮 兩個開始互換 就是說我德偉賺的錢 未來會超越長榮啊 這就是我所看到的未來嘛 所以這些事情是大家都不知道啦 這才叫做買在未知嘛 那你要賣掉已經知道的東西 包括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聊的 像什麼 3260的威剛啊 那些甚至敦泰啊 但大家都覺得他獲利很好 反而是一個賣點 可是這種呢 大家都不知道他未來獲利會好的 反而就是一個買點啊 所以這就是難的地方啊 股票市場真的困難的地方 但是前提在於說 你要能夠知道說 錢在什麼地方 主力現在要做什麼股票啊 所以我當時會買到這種標的 我也是很明白的告訴你啊 公司探錢有人會先知道 量占比先知道 從200來到20的時候 我就已經發現到他 未來會成為全台北股票市場 前20大的熱門股 你現在再回過頭來驗證 老實講的是不是都是對的 現在真的是全台北股票市場 不要說前20大啦 已經快要到前10名的熱門股了 那你在他不熱門的時候 你在大家都不知道的時候 你在他NONO 真的就小孩子一個 那你就懂得去投資他 未來成為一個非常有用的人 幫你賺錢嘛 這就是投資股票市場的真諦啊 否則你一直在長榮上面晃 你一直在所謂的航運 在所謂的鋼鐵 在那邊晃來晃去 你真的有賺到錢嗎 我在買威智的時候 一股才多少錢 11塊85啊 11塊9耶 那你現在呢 你說位置跌下來我會買嗎 當然就不會啦 趨勢不同了嘛 他都已經改變了啊 但是同樣的模式我們可以複製 你說得偉的方式可以做 對啊 因為我先看到錢在買 那同樣的 我沒有叫你去追得偉 我已經告訴過你了 早晃我講過了 當得偉來到一個 已經賺了大概六成的幅度的時候 他會被警示 那被警示的情況下 他會有一些壓回嗎 有一些調整性的壓力 你真的想買的 你也要等到他回撤的時候 再去做佈局 可是新的股票我都幫你準備好了 像這種車用加上半導體的加工機台 這以前啊說實在的 這種股票我把它拿出來 我把它整個秀出來 我就算不遮你也不知道它是什麼 但是呢 我已經從量占比的角度看到了 像這種以前默默無名 突然直接一根長紅棒拉出來 這種真金白銀下去砸的 那你要怎麼買 強勢股回檔站在買方來去做佈局啊 那這個位置點上面 又回到主力成本區間 是不是跟當時得偉的位置 一模模一樣樣 所以我不是只有得偉會賺錢耶 我要告訴你的是說 我同樣的模式 我一直不斷地 不斷地再去做一個複製的動作 那你只要操作的節奏是對的啊 你自然能夠取得 長期又穩健的報酬力 尤其是未來的行情 它更需要這樣子的技術 因為啊整個成交量越來越小了 當它越來越小的時候 會走的股票就不太一樣了 它就完全不相同了 所以高手不是只會拿一手好牌 而是懂得把爛牌給它打好 那你要把爛牌給它打好 當然就要需要技術嘛 需要有人在幫你嘛 如果你真的沒有那個技術的能力 那我建議你直接跟上腳步來比較快啦 因為講實在的 我們得爲從哪裡來的 我當時在買這檔股票的時候 還記得嗎 8月23號的時候我告訴大家說 這支股票一樣嘛 量佔比1000來到100 它的新要數據表現優異 但是你要知道什麼時候下去做切入 強勢股拉回站在買房 量大的高點不是最高點 未來會越過 所以呢回來買 當時買在92塊啊 那我也跟會員拍誰 9月13號才開始第一根亮燈 那到9月14號的時候 才開始第二根亮燈 9月15號開始洗一下盤 我說不要賣 因為後面還有高點有沒有 118塊 那已經三個燈啊 然後呢一直到9月28號的時候 有沒有 太創新高 三角收斂型態 大三角收斂 後面小三角收斂 這個還會有高點對不對 一直到130.5元 我們已經賺了40%了 那賺了40%之後 來到130.5元 第四根亮燈漲停 我說我要出啊 我說怎麼要出 我今天來做股票 我不是帶你去拔掉 你今天如果新要數據出來 你非常的優異頂多兩根 再兩根漲停板 可是呢 如果你新要不如預期咧 如果你當時沒有跟著我的腳步 一起去賣呢 所以我就講嘛 我今天不是帶你去賭博的啊 如果我要賭的話 我每天拿漲停板秀給你看就好了 可是我講實在的啊 既中勾票趕快的勾票喔 我從92塊錢下去做佈局的 對不對 我們當時買在這個位置點上面嘛 92塊錢下去做佈局 我也沒有買在最低 我也沒有賣在最高 可是呢 我可以把這段價差取下來 光這一段的價差 大盤跌翻天了 可是我們賺了40%啊 那你說我把這檔股票再換到得尾啊 那你覺得這樣子的操作合不合理 所以有買有賣才是大贏家嘛 什麼股票該出 什麼股票該進 我都有一套公式跟方法 甚至說我在買深茂的時候一樣啊 我在講深茂 我說這個位置點上面你要下去做佈局 量佔比700來到350 這一根大量長紅棒 預告什麼事情 它未來會創新高嘛 但是你要買它的時候一樣啊 大漲的時候不追有沒有 創新高不追價 然後呢你要等它拉回 跌下來的時候敢不敢買 跌下來的時候敢不敢買 都不敢對不對 那你真的不敢買的時候呢 你看看啊 3305的深茂也沒漲多少 但是呢就創收盤價的新高 就這樣而已啊 行情好壞都是一死的啦 真正的節奏不會改變的 強勢股拉回站在買方 那我也沒有叫你去追啊 我說該出手我一定會出手 對不對 那是呢我有 我有新的標的我可以下去做切入啊 比如像說像這一檔股票 8XXX有沒有 車用高毛利的產品 再加上衛星啊 那同樣的啊 量佔比900來到480 這一根一根的長紅棒 預告什麼樣的 未來 有錢在買啊 有資金來去做進場佈局了 所以操作一定要有公司 要有方法 你想換股的 你想要跟上未來太空科技 你想要成為像這個馬斯克這樣全球首富的話 我歡迎你直接跟上腳步來 光輝十月 這是最後一波了 大回饋了 最後一檔了 升等不加價 機會難得 你千萬不要錯過了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預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下週再會 拜拜 我們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